反送中运动持续百日 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诉求 至今港府仅回应一项撤回修理 其他四项诉求港府18号再度重申 不会做出更多让步 联合早报引述彭博社报道 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受访时表示 就算政府满足全部诉求 激进抗议者也不会就此罢手 根本问题是香港当前面临到的 其他所有社会问题 他举示威者的诉求为例 释放被控犯罪人员有违法制精神 另外启动正式调查旷日费时 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 对于解决眼前的危机 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陈志思认为 港府有意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 从根源做起 尽管很多抗议者坚称真正的问题 在于香港缺乏真正的民主 他希望林郑月娥再跟居民展开对话之举 能有助于尽快终结抗议活动 但他也坦承反送中运动的无领袖特色 确实增加了对话的复杂性 另外香港当局今天也宣布 鉴于当前的情况并考虑到整体公众的安全 将取消10月1号晚上在维都丽雅港举行的国庆烟火会演 新闻从业人员一向强调中立立场 但在中国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中央社引述中国媒体报导 中宣部传媒监管局8月发出通知 规定今年将透过学习抢锅手机APP 对全国新闻编采人员进行在线岗位培训考试 记者必须通过包括习思想 马克思主义新闻官等内容的考试 才能够申领新版的记者证 据了解考试当天 记者必须要透过学习抢锅 扫描二维条码进入考场 现场用手机考试 满分120分 合格分数为80分 考试通过之后 才能够申领新版的新闻记者证 深圳市委17号召开六届12次全会 会中强调要以先寻示范区建设 作为市政工作的总牵引 会上又提出五个率先 在2025年、2035年跟本世纪中叶前 达成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强调 将率先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 用足用好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 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用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 瞄准住有移居若有重浮等下功夫 一直以来外界始终认为 深圳先行示范区将被北京用来取代香港 这一次公布的五个率先 又强调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 以及住有移居等民生发展格局 对照近日来北京当局不断批评香港示威者冲撞法治 以及建商造成高房价导致民怨四起的批评 让外界联想这五个率先是否剑指香港而来 美中贸易战趋缓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 两国代表接下来将在华盛顿召开会议 中国采购了一些农产品 美国也延迟部分关税行动作为善意回应 他形容风中散播着一种乐观气氛 尽管贸易谈判有所进展 但路透引述华府高级官员透露 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考虑 是否要在24号与联合国大会发言时 提及中国对待维吾尔族 以及人权记录等议题 副总统彭斯跟国务卿蓬佩奥 也可能在会中提及相关问题 不过报导认为 所有的言论最终仍将取决于贸易问题的进展 但北京方面却不希望新疆问题在国庆前引起关注 因此在联合国大会前会见了一些外国使节 委内瑞拉反对派掌控的国民议会表决 通过瓜伊多担任临时总统 直到举行新大选为止 法广报导 这意味着瓜伊多将在明年1月5号 国民议会议长任期结束之后 继续具备受该国宪法认可的领导人身份 并获得应有的法律保障 由美国撑腰的瓜伊多 今年初宣布出任委国临时总统 已获得全国50多个国家承认 美国对国民议会辞举表示欢迎 并说这反映出民主的反对派力量与团结 香港民主运动人士黄之锋和运师等人 17号在美国国会作证 呼吁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主持听证会的参议员卢比奥预期 国会下周即会讨论该法案 并很可能高票通过 但许多专家却对这一项法案 是否真能解决香港问题 抱持谨慎的保留态度 BBC报道 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早在四年前就由卢比奥等两党议员提出 经过多次修改但从未通过 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 评估香港是否仍存在足够自治 是否符合资格来享有别于中国大陆的特别待遇 法案也赋予美国政府法理基础 用于制裁破坏香港人权民主的人士 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跟禁止入境美国等 作证时黄之锋表示 一国两制已经崩坏 现在是美国展现跨党派的关键时刻 因为对香港的支持不应该分左与右 而应该论对或错 不过回归现实面 这一项法案要想在美国国会通过有一定的难度 实际要执行更是难上加难 BBC引述美国大西洋杂志指出 在美国参众两院提交的法案 首先必须要在参众内部分别获得通过 再经过两院彼此通过 最后经过总统签署才能够正式成为法律 这个过程将耗费大量时间更需要美国总统的支持 报导认为从目前各种迹象来看 香港并非川普政府高度重视急需解决的问题 活动人士把希望跟信念寄托在立法层面 但是立法只有在行政层面愿意执行的时候才能够发挥作用 在观察人士看来 如果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美国国会得以通过 经过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可能到最后象征意义会更大于实质的意义 即使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对香港问题就真的会有帮助吗 美国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研究主任布兰切特认为 这一项法案对华盛顿来说是政治成本较低的政策选项 但对北京决策的实际影响力相当有限 因为法案即使通过 香港的出路仍需要由北京、香港示威者 以及社会精英共同努力找出来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 前白宫国安会中国政策主任何瑞恩则表示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风险跟成本很明显 但利多并不清晰 在最坏的情况下通过该法案会缩小和解跟妥协的空间 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 前白宫国安会高层贝德日前也撰文呼吁 美国国会应该要明确表达 美国对一国两制以及和平示威的支持 反对暴力并相信示威者需要寻求一个退场的出口 如果示威者做得过火触发北京的暴力回应 美国会表以同情 但没有任何举措可以有效地保护他们 或者帮助他们达成目标 不过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众议员史密斯 显然并没有将华盛顿智库界的反对放在眼里 听证会当中他激动地挥舞着手指 控诉他每次要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时 都要面对来自美国外交官、专家、参众两院相关委员会领袖 以及美国商会的阻挠 他说这些人认为法案会损害华盛顿跟北京的关系 会让美国商界付出代价 但是美国从天安门事件以来就一直是这个说法 他也痛批中国观察者 指这些中国通的建议辜负了美国人民 也即将会辜负香港人 中共建政70周年大庆一天天接近 北京全面升级维稳安保措施 几乎到快要不能透气的地步 到处是安检热得怨声不断 连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开始抱怨安检过分 他认为安检太多反映出仇恨社会的人多 对于他的这番言论 有网民说他去了一趟香港脑子突然就开窍了 发广报导胡锡进17日在微博发文 批评北京当局针对十一国庆越来越收紧的安检措施 他说中国如今是安检使用范围比较广的国家 地铁火车站都普及了安检 连天安门广场也早就安检了 安检太多反映的是社会矛盾有些多 仇恨社会的人有点多 但他深度怀疑在非特殊地区 中国的安检似乎过度了 耗费了过多资源 而这些资源如果用来从源头上安抚 对社会怀有不满的人 或许效果会更好些 香港反送中爆发以来 胡锡进每天发微博 谴责暴徒捣乱 引导社交网络舆论 8月底他还去了一趟香港去做实地观察 并跟陶杰做了对话 有不少人认为他是带着宣传任务去的 但是他对当局的超级安保措施 发了上面这一番牢骚之后 不少跟帖也有同感 认为安检太多反而不安全 另有网民跟帖说 感觉胡总去了趟香港回来后 变得敢说真话了 也有网民嘲讽地说 老胡开始讲人话 白日见鬼了 不过能让鹰派环球时报总编 胡锡进开金口抱怨的北京安检 究竟有多严格呢 德国之声整理 9月7日至8日 北京举行了阅兵式的首场演练 从7日傍晚开始 北京从长安街沿路开始清场 实施交通管制 部分商家提前闭门歇业 市区二环以内大片区域封路 一度造成交通堵塞 民众出行受阻 治安人员身穿统一的红色T恤 在街头站岗执行 14日晚间 北京又举行了第二次阅兵式演练 各种武器和花车参加了彩排 市中心多处封路 美国时音杂志报导说 位于天安门广场附近的 北京东方军越大酒店的住客 得到通知 在9月14日和15日下午5点半 到隔天早上5点半的 两个12个小时的时段内 禁止出入酒店 阅兵式第三次彩排 预计安排在9月21至22日期间 该酒店客人和即将入住的客人 也接到这两天 两个12小时时段里 禁止出入酒店的通知 近日北京市政府网站还发布公告 通知从9月15日到10月1日 首都16个区线中的7个区 禁止影响飞行安全的飞行活动 禁飞的物品包含无人机 气球 灯笼 鸽子等 另外北京当局还加强了 其他安保和维稳措施 包含各地机场火车站 加强对进京列车航班的安检力度 既往北京的快递包裹 受到严格的检查 海外媒体报道说 大批在北京国家信访局外 等候递材料的上访民众 近来也被远景带上大巴 送到收容站 解访人员以答应解决问题为条件 要求上访群众回家乡 但有些访民回去后却遭到拘禁 此外 一些在北京的批评人士 也受到警告 被要求在国庆期间 不得接受外媒采访 维权律师刘晓源就透露 自己又成了维稳物件 被要求不能进京 尽管劳民伤财 安保及维稳开销巨大 但盛大的阅兵士 俨然成为中国政府 向世界 向自己的老百姓 展现军事实力的最佳方式 再加上近来 中国经济处于滑坡困境 美洲贸易战看不到休兵的尽头 香港民众示威 不见平息之势 西方对北京影响力的扩张 也全方位提高警戒 在这样的紧绷氛围下 大阅兵被作为国防工业成就的 集中展示彰显国威 像是一直为以真面目示人的 洲际弹道导弹 东风3EA改进行等 预计此次都将亮相 北京方面表示 此次阅兵规模将超过建国50周年 60周年阅兵和纪念抗战 顺利70周年阅兵 阅兵事后的群众游行 将有十多万人参加 到时候电视画面将播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振明星的讲话 士兵威武行径 民众齐身欢呼的场面 在当前内忧外患交夹之际 党更需要调动国民的爱国主义激情 和民族自豪感 北京强调 这次阅兵不针对任何国家和地区 不针对任何事态 但这场阅兵秀之后 北京在贸易战和香港 台湾问题上将有哪些新动作 会不会依然不失阅兵场的大国风范 无疑将是下一个焦点 明镜新闻台 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 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新闻台